如果你不会心碎 你不会懂得我伤悲 今天非常的开心 1500大洋捡到了这个石头 等等了我们就把它干一刀 让大家开一下眼界 看百万个是如何依靠石头发家致富的 这是一个墨西沙的翡翠原石 白岩沙皮打灯有一个黄雾的表现 这个石头的皮革非常的老 大部分没有表现 但是局部的表现还不错 这么厚的一个皮打灯 水头还这么长 根据多年经验 这个石头应该是一个诺冰到正冰的一个种水 虽然切了几十吨的石头 但是裂还是要薄的 但是种水应该89不离时 因为这个石头收回来的成本 它并不高 所以我并不担心它的裂 只要能出一个小小的过剑 我就能回本 如果能出一两个牌子 或者三五个过剑 那足够顶盆子们一个月的工资的 翡翠并不是什么人都能玩的 我能有今天的成就 离不开我不断的学习和日积夜累的经验 兄弟们这个石头已经切出来了 轻轻松松的一刀 到底是血本无辜还是一飞冲天呢 激动的心颤抖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 见证奇迹的时候 马上就要到了 开 哇靠 完了兄弟们 被骗了 这是一个假石头 已经被核心的商家从中间切了一刀 而且还抛光了 抛光不要剪 还把它粘回去 打脸 兄弟们打脸 亏大发了 这次真的亏大发了 这些是棉 真正的棉 可惜不是翡翠里面的棉 是人工制造的棉 水头还不错 就是棉太重了 一样各位兄弟们见笑了 实在不好意思 好意思 好意思